教授再往上面一个层面 不是卖商品是卖观念 把观念卖出去 顺便产品就卖出去了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 前一年去培训一个品牌 席梦斯 我跑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说刘老师 你们家席梦斯税多少钱的 我说几千块钱嘛 他说刘老师 几千块钱的档次太低了 你要税税我们席梦斯家的席梦斯 我说多少钱 他说刘老师 你要对自己横一点 18万一张黑牌的 我说这个价格怎么样 确实有点不一样 他说刘老师 你家装修哪里都可以省 唯独不能省船店 我说凭啥这么说 他说刘老师 你永远记住 人一生的时间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床上度过的 所以哪里都可以省 唯独船店怎么样 不能省 有没有道理 我脑子被洗掉了 这是第一个品牌 两个月以后 我去到第二个品牌 他们家干嘛 他们家卖门的 我去到他们家 我还挺屌 但是门没啥了不起的 他说刘老师你out了 家里装修哪里都可以省 唯独什么不能省 门不能省 又过来洗我的脑了 我说为啥门不能省 他说刘老师 你家装修是门换了吗 我说还没换 刘老师回去赶紧换 为什么要换 他说刘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从小都爱唱 我爱北京 天安门 没有说我爱北京 习孟词的 中国人做生意讲究风水 所以我们讲究叫 门平若是 我说有道理啊 还有个做官的 希望官运横通 我们讲究叫 鲤鱼挑 龙门 刘老师你知道 你为什么算不到钱吗 我决定赶紧回家把门给怎么样 忘了 有一次我去培训沙发的 我说你们沙发有啥了不起的 你才卖沙发的人咋说 他们客厅的灵魂 哎对 他说刘老师 只有人有毛病啊 到你家看船店去啊 朋友到你家第一时间往哪里坐 谁没事趴在那个门上面呢 肯定往沙发 所以你家装修有没有档次 首先看哪里 所以哪里都可以省 沙发不能省 有没有道理 那我问大家 到底哪里可以省 我告诉大家 你家卖啥 你就顾客跟顾客说 这里不能省 这叫改变